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 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省的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歡迎加入IG 每日限時都在可發問單日復盤個股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 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我是Noray 今天的盤是真的算是還不錯啦 就因為我今天就只有觀察這個期貨的部分 然後在早上這個IG的限時動態呢 有稍微發說這個每邊指數 剛好在我們大概就是8點到12點 我主要看4個小時的這個這個K棒 對然後他感覺上呢 有有這種突破之後 然後下一根 對馬上要下跌 就是前4個小時突破嘛 那後4個小時如果說立馬就跌破的話 很容易就會形成一個算是假突破啦 對那待會再來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線 對然後 呃大家應該可以猜出這個線目前的走勢啦 因為我們的台股算是開低 然後馬上就走高 所以算是今天我自己主要在看的 因為我也還在等 對在等說究竟一些呃空單要不要再經過這兩天的大跌 然後回補那最後是有在 呃這個反彈的時候又稍微回補這個空單啦 那主要就是這個上週還是上週這個空的這個台積電 然後轉為多方 對在今天轉為多方 在底部的時候 然後我有發現的動態 他有問大家說 欸這一個這個什麼 欸到底部了 然後要接多嗎 嗯然後一個一個選項嘛 然後補回空單 那在第二個選項就是 每股都破底的買殺 對那發現大概三分之二的人 還是比較偏向於說 是每股這個破底的那買殺這個情況 那當然我覺得都沒關係 因為畢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啊不是三分之類的 是三分之一的人 對應該對比例上應該算是很接近啊 就真的那個比那個票數很接近 待會晚上再來這個發個限動 看看有多少人投票 然後大概幾%這樣 啊我們今天主要呢 我自己所關注這個航運 因為我自己本身在上週的時候買航運 對那 待會再帶大家來稍微看一下 那今天一樣就講10檔個股 今天的個股分析比較多一點 對比昨天還多一點 那當然還是有蠻多都是沒有講解過 所以就是會找時間慢慢的去講這樣子 那就是蠻多這個 在上週或上三週延伸上去這種上升趨勢線的個股 很多 呃這個上升趨勢線都跌破 那我自己也有跌破 但是我就是向下去找 他的支撐 對如果說我找得到 那在昨天守住 今天又有守住 那就是可以觀察看看就持續的放下去 有機會在對不對 這個這個叫做什麼 嗯也不算是落後補長 叫做什麼 呃就是 嗯 阻力認錯回補 好我們就這樣講好了 那也有可能是這個開盤很多 像昨天開盤今天開盤很多都是散物先砸出去嘛 對然後轉空 欸結果今天又被嘎空 對相信 聽我的影片的人 觀眾希望不要有這種情況發生啦 對這比方是因為沒有一個確立的方向 我其實現在目前也還沒有確立方向 不過目前在今天的話是 手上的多方是 多單是比較多啦 那當然就是覺得說 感覺上呢 還是有機會守住 所以在今天也是截掉大部分的空單 就蠻多 像星塘和琴控 那還有大眾控 反正就是之前前面布的 然後基本上都空掉 好啦就直接來講大盤的部分 我們就看一下加薪指數 所以基本上我是很少在看加薪指數 在在那個操作 我都是看期貨啦 對我看期貨 因為我覺得期貨比較有一個依據在 好啦一樣 目前呢就跟昨天 我覺得這個線是我自己亂化 矇中了 所以我也不多做解釋 我昨天好像說 欸他可能卡在這個位子吧 對那做反彈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卡在這個位子 所以就是稍微點矇中 那看一下成交量的部分呢 可以把它比喻成說 昨天跟今天的下跌 都有比較多人做進場 就是他的平均的交易量是比較多一點 好我們看一下我們今天這個部分 期貨部分 昨天就說嘛 我們昨天說什麼 昨天說 這個位子很重要 這個位子是什麼 16050 其實我在早上開盤的時候 我是沒有想到說他會再再次漲回來 對那今天確實呢 真的是在尾盤的時候 大概12點吧 大家看到12點的時候 逆勢漲上來 那其實基本上在10點左右就開始這個走一波反彈了啦 這個走一波反彈 那在這個尾盤的時候基本上卡在這邊 對那主要 原因啦應該是比較看向前面昨天講的這個部分 所以說 基本上蠻多個股 應該啦 應該是在這邊尾盤的時候 他的 這個 價格上應該是比較偏屬於沒有什麼浮動 只是說 可能還是會有浮動 不過就是比較不會像是 呃我們前面嘛 前面這波反彈 然後 還要浮動的 就是漲幅還要再大一點啦 就是 就是在大概12點到至這個1點半的時候 因為 昨天有說嘛 我說 到達壓力的時候呢 你要去追多的話都要小心啦 有可能就不太會漲 有可能就是 到一個 未接了 可能就會開始橫盤 或是往下跌 所以就是要小心注意 那 大盤大家如果說不做單的話 就是這樣子去 去看啦 然後今天的應該說昨天半夜呢 也是蠻順理成這樣到達 昨天也是隨便抓 一個這個低點 所以這也算是夢中的 對 也沒有那麼準確 那一樣 目前啊 大家 一樣就是說 看那個位置吧 對我們抓到說 今天的9點也是一個 不錯的量 所以說 目前呢 防守區呢 再向下去跌破 再 向下去跌的話 應該是 蠻有機會就是這個Range 16050到15900 就看明天開盤開在這邊 或是開在這邊 開這邊就有機會反彈 那壓力就先不要抓吧 對壓力先不要抓 然後他的支撐有機會 在明天如果說要開低的話 是有機會守住15900這附近 對就是大概抓低一點 就抓低一點那種感覺 好啦我們就看一下貴買 貴買在昨天就是又跌下來 那今天呢 嗯 收了一根不錯的 下影線 然後收一個 算是T字 T字型的這個K棒 然後 爆了一個還算是不錯的量 對那基本上 呃 如果說以盤中來看的話 他是跌破嘛 就跌破我們之前畫這個W的底 那但是他收盤 微盤的時候嘛 一樣順勢上來 所以基本上他是守住的 就這樣看就好 就比較簡單一點看 啊今天這個韓韻呢 昨天就說 欸他比較就會做反彈 確實是有反彈 不過是大部分都反彈 然後 呃 他這一個 呃收尾盤的方式呢 我 還在考慮 對我手段的這個還沒有賣掉 當然 只是他的下跌的幅度 是我容許的範圍啊 就是說 呃我也沒有買的特別高 因為有些特別 買的特別高 因為我是買在支撐嘛 我在這邊的時候買在支撐嘛 對在這邊的時候買在那檔個股的支撐 然後呢 欸往下殺往下殺 其實基本上沒有跌到太多 我自己覺得沒有跌到太多 那當然如果說你是追買比較高一點 有可能就像這樣子蹦跌下來 就是他K棒的形狀就是這樣子 像一個瀑布這樣下來 是非常有機會 所以 一樣我會再觀察一天 因為畢竟今天就是一個 反正屬於一個大底 因為昨天美股會破底嘛 所以明天看他又不會再回來 那今天其實沒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還是一樣 呃多或空 他這一根K棒其實在明天展現出來都可以 要嘛跳空嘛 那要嘛如果開低的話 有可能又打到這邊的附近又往下掉 是非常有機會的 好我們看一下半導體 半導體原來也是在我們昨天是抓這個 大概357左右嘛 然後呢在開盤的時候開在355.7 往下跌到354之後就反彈 最後是有收回來 所以 嗯一樣 在盤中是跌破 盤尾又收回來 所以這個 你如果說看到半導體是張的走勢 那你的個股呢 也是跟半導體有一些 比較大的相關的連動性的話 你可以在尾盤的時候考慮入場 你的這一個半導體 的這一個相關的個股 因為如果說是這樣判斷的話 他尾盤才拉回來嘛 那你有可能 你有可能在盤中的時候 就是砍掉 然後尾盤再回來 對那你有可能是盤中沒有砍掉 你想要等待收盤嘛 你就覺得 今天開低然後走低之後開始反彈 那因為其實基本上在10點就開始反彈了嘛 如果說你稍微可以看盤的話 你基本上是不太會在10點到尾盤 對10點是尾盤的這一段去賣掉你手上的個股 對應該是這樣說 那有可能會賣就是9點到10點 對阿有可能會賣的 那可能今天也蠻多人去做空 然後今天被嘎空 對我覺得應該是蠻多的 那我們再看一下今天比較強勢的 就是這個電器電纜嘛 然後電器電纜我們看一下他的指數呢 稍微看一下知道說 其實基本上我們不太確定為什麼他會反彈 不過 因為跟帶動這檔連動比較大的就是這個滑星嘛 昨天有說這個 呃他跌到42塊 今天來一個強勢 應該真的是非常強勢的一個反彈 對阿所以我才會說 呃到了這一個支撐 你如果說你敢於做進場的人 或許欸市場就會給你不錯的利率 因為當時候假設我們好像42塊進場 但是11塊我們抓到這個停損 那拉拉現在拉出去 拉出大概2塊多 欸對也有個5-6%也是不錯嘛 而且他的感覺上 感覺明天還是會有機會往上走 對這是一種有帶量去走的那種那種感覺啦 那當然也不確定說明天會不會往上走 只是說呃我們如果說價格到了 然後支撐到了 那要去做進場我覺得都還蠻合理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這個 油電燃氣我們比較少看 不過我們稍微看一下今天 呃原本抓的壓力是大概抓1-126左右 然後呢這一波 呃昨天往下去之後 拉一根這個下影線上來 然後帶量的下影線 所以說還蠻強勢 但是 呃一樣啦 如果說長到這邊的話 我我會比較把他認為說 我這邊還是一個屬於比較偏空的 因為我手上沒有多方 我手上沒有那個 這一檔個股的這個持有這個多單啦 所以我會偏空 那這個偏空呢不一定要去空 我可能看他喔 他昨天這麼強勢拉上來 今天就這麼強勢 那我會心中覺得說他是空方 但是我不空 對我看空不空 對那他會不會有機會突破 我覺得他突破的機會也高啊 對突破的機會也高啊 所以說你去找到 欸像這一檔啊 就是這個什麼台數畫 跟他走勢幾乎一模一樣 大概隨便兩個圖對比一下貼上去 其實基本上長一模一樣 我們這個線剛剛又跑掉了 我剛剛有畫的說 反正就是大概走勢就是長3的嘛 對不對 他就是卡在這邊這個範圍嘛 對不對 跟我們剛剛那個指數差不多 所以這一檔呢就是可以跟著我們的指數去操作 那我覺得看指數去對應這一種比較連動性高一點的個股 其實還蠻好 蠻好用的 對然後今天比較強勢的再來講一下 應該算是金融吧 其實他今天沒跌多少 你看昨天他一個最低點 對不對 然後今天呢收在低點直上了 最低點直上 然後裡面做震盪然後稍微的 然後我昨天也有說 禮拜五說這個開股東會 那有可能 就是說有可能說 之前那些什麼獸險 不是有在賠一些防疫險嗎 就是一些有一些金融股啊 那他有一些受險業的 也業務部門的話 那他的那個 可能呢 這個題材呢 也發酵差不多 也跌差不多 那會不會反彈 不確定 但是昨天也稍微提一下 所以或許啦 或許 今天看 看起來有一個實質的 稍微的撐盤 對然後我們就 我們來看一下 就 納茲達 納茲達克稍微看一下就是說 目前我是看不太懂 因為他破底 破底然後其實沒什麼量 那主要目前我所關注的就是這個地方 4個小時的線 然後呢 這個是後來賭上去的 然後 他這一根啊 他這一根就是 可以看一下下面的時間 6月14 14號8點嘛 就是8點到12點的這根K棒 就是再走一個比較偏弱勢 當時候看到的時候是他還有穿線下 那有點稍微在後半四個小時 稍微有點確立 確定說他應該是會有機會往下跌 那昨天晚上 欸昨天下午的時候 也不是有畫那個線嗎 然後我忘記我畫另外一張啦 對那我這邊再畫一下 就是說 當時候我是說這邊其實是走一個非常強勢的嘛 對這非常走非常強勢 那所以說到這邊的時候他其實整個末端 這個強勢的在這一根已經稍微 算是有點跌破 那究竟他會不會回檔 我不知道 對我不知道 那有可能他整個台幣的貶值就到這個境界了 就開始往下跌 台幣就升值 對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那目前我 我這個 納斯達克看不太懂 我就是看這個美元指數 所以目前呢 稍微一點跌破 然後也還沒有到底部的感覺 所以就持續觀光吧 看晚上今天 我說明天看會不會又感覺要打一個底 又要反彈到上面來 對那是我們值得注意的 好我這個前面講太久了 我們這些都稍微就簡單帶過去好 因為之前其實大部分都講過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神準 神準基本上之前就說 也比較看空 然後呢我說如果他這一波下來 他還是可以守住 應該是他守住 說可以守住前面的低點的話 代表說他是高更高嘛 high and high 然後之後他的低點沒有到底點 然後目前呢這一根啊 呃我覺得整體來說 雖然說他今天有碰到掌停板 不過我整體還是會比較看向說 如果說他可以突破大概217 或是說甚至啊 我現在目標改一下 雖然這線畫點很亂 我們目標稍微去更改一下 就是說 他如果說可以突破他前高 227這個位置 227這個位置之後再回檔的話 我覺得我會比較有興趣啦 對因為有可能他這一波反彈 然後拉到一個前高之後 開始做一個震盪整理的這個情況 是非常有機會發生的 所以 你要嘛 當初你就勇敢在這邊做進場 然後發現說 昨天好像跌不太下去 然後今天強勢上漲 拉到這邊壓力區 然後你後續就要去看說 他到底賺不賺過去啊 就是說 他的量呢 什麼都 看可不可以過去 那當時候我這邊也是說 我是看空 那看空你要空嗎 當時候我說因為 他全震的這個 全震不太好啦 他那個價格服裝真的很差 不然的話 其實基本上有可能 我也是有辦法賺到這邊這一段嘛 對到這邊這一段 那當然拉上去 我可能就開始虧損或幹嘛 但是我至少可以賺到這一段嘛 對不對 因為到達第一個支撐 我們有籌碼的人 就可以先出部分 你可以出一半 出三分之一都ok 或是全出也都ok 你覺得像目前你的盤式 你也看不太懂 對有可能再反轉 對 那目前的看法是這樣 我覺得他要先越過他前高啦 然後再回踩的話會比較有興趣 好看元金 元金那時候抓的這個範圍呢 就是抓說三 三十 三十四到三十五 對然後今天尾盤剛好說他34 所以應該說 我們之前有講過說什麼 我說如果說你剛好 剛好他跌落下來的時候 對剛好跌落下來的時候 像這一根嘛 三周五到這邊 然後禮拜一在這邊稍微卡住 然後禮拜二大家更恐慌 就全部賣出去對不對 他可能開低 然後去往下走 這種情況是有可能會發生 因為有可能直接破底嘛 那就是說 如果說這一檔個股 他目前的籌碼 如果說又更少的話 那當然非常有情況 這種這種情況去發生 所以說 如果說 遇到這樣 你可以把它稱作為是 有點算是系統性風險 對於這一檔 對於這一檔自己是系統性風險 因為盤式大跌嘛 那國際情勢 是影響到我們自己的個股 所以如果說我啦 我可能就抓三四到上我們去做入場 然後呢 今天可能跌破到33.3 我依然會 覺得說應該 就再持續看看去嘛 因為當時候是從 大盤從10點開始反轉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說你直接砍在33.3的人 對於直接砍在33.3的人 感覺是一個比較不明確的一個做法 不明智的做法 那當然砍掉也沒關係 因為如果說 對這個是有機會的嘛 對所以說目前是看三四到上我們這邊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如果說可以持續穿著的話 那我認為他後續還是有機會了 當然 到底會不會跌破 不知道到底會不會漲上去 也不知道 但是股市嘛 長期是向上 如果說他真的有一點東西的話 反應到他基本面的話 價格還是會上去啦 不過目前我們還是 簡單的看一些區間的範圍就好 就是這邊拉到這邊大概3839這邊 像這邊前高 如果說這一波拉到這邊大概也有10%嘛 對不對 這10%其實也是不錯了 對不對 好那我們就看一下這個化漢 化漢的話 在上週五的時候是衝過去 然後當時候我就說 他衝過去之後回踩嘛 所以我就說衝過去之後你就追 也OK 那這邊就一個風險 第一風險就是 有可能你會買不到 對像如果這一根然後禮拜一 今天這一週禮拜一突然強 又很強勢又上去的話 你可能就買不到他回踩這個位置嘛 對不對那 當然第二風險就是你有可能賠更多 因為你上去之後 然後你跌 然後你這邊好 上升區是你在接 今天就跌對不對 所以說 真的很難去說啦 所以說如果說你是比較偏向於 比較保守 那你觀察的個股關卡230打 對不對 每天這樣看看看看 然後觀察230打 然後你發現說 這邊突破 我就在等待他 禮拜一嘛 禮拜一回踩的時候我再買 結果禮拜一直接跳光開定 你也買不到啊 所以你也沒虧嘛對不對 那你有可能現在價格 你可能買了一個上升區之前 當然我覺得買在這個上升趨勢線 其實基本上他是沒有什麼肉的 因為我那時候都說嘛 你就明明看到這個平行線就是個壓力 那你這樣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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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當然最好是買在更前面更早幾點 然後拉到壓力先去出部分嘛 因為他會有可能到壓力之後 然後拉一拉拉一拉就不夠力往下跌 所以就目前的情況我會比較 偏向於說如果說他可以持續守住 他今天的這個低點的話 應該還算是不錯 我們就拉一個範圍吧 就是大概這個位置吧 就是前面這邊有碰到 然後這邊碰到這邊碰到 糾結拉上去跳光開高的位置 所以大概就是今天的低點啊 如果說你現在手上目前持有多彈 你可能就要經過他 一段時間的盤整才有機會再往上拉 208這個價格 就是今天最低就參考看看 那一樣整體上去這邊是比較 又下一層啦 下一層就是那時候畫了嘛 到245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情邦 情邦那時候我自己好像是當初分析嘛 然後當時候畫出來的這個 呃是一個三角受戀的結構 不過他在後續就往上去突破 然後昨天是 呃爆了一個量 然後收一根這個常見的這一種這個K棒 所以整體來說他有可能在短期之間是走弱 不過當時候畫這個感覺上好像沒有到 那麼準確因為已經 已經突破掉了嘛 突破這邊有點三角受戀 有點好像要突破 已經突破上去就又摔回來 所以目前呢我自己的看法 依然就是看像說 就一樣那時候是說17.5接嘛 然後再來往下是16 然後我們現在 剛剛啊我又畫另外一張圖 那另外一張圖呢就是 比較可以去表現出說 呃整體的結構到底是怎樣 然後這邊畫一條上升趨勢 這邊有畫一條上升趨勢 目前啊如果說你現在手上有多單 或許可以去觀察這個上升趨勢 是否會跌破 這個上升趨勢呢在明天呢 呃在明天應該是守住15.7這邊附近左右啦 對看會明天砸下來到這邊 然後撐盤撐住 然後往上走 對我覺得可能就這邊也比較有機會 那如果說再跌破 就是直接看一下底部 那當然如果說有再拉上去上面的這個 他這一根線大概20塊左右 我覺得還是要去少部分的止盈吧 對我這樣覺得啊 就除非說你真的看很長期 你對這展非常熟悉 不然的話我的看法是這樣 好看一下這個上品 上品其實之前有講解過嘛 然後那時候畫出這樣的線 當時候他是在這邊的時候 好像是有做分析嗎 後來他突破上去之後 又有疊下來 然後這條線呢 基本上破了對不對 那破了之後 你可以去尋找一下 那為什麼他這地方會破嗎 因為可能是這張圖畫的不準確 對然後後面又畫出這張這個還原日線啦 還原日線 可以發現說喔 其實那張圖就是有點瞎夢中 然後這一張呢可能或許才是他真正 那時候他回踩的位置嘛 對不對 他這個大概就是壓力落在270左右啦 270這個上下這個位置 所以整體的規劃呢 我們再回來這張圖 再回來這張圖呢 你可以發現說他之前的漲幅啦 他之前的漲呢 是漲到他的前高 然後開始被壓壓盤嘛 所以目前的結構上呢 我們這邊在畫吧 我們這邊在畫 當時候他是這樣子嘛 所以說我們這邊補上去 然後這邊拉出一條這個上升趨勢 那上升趨勢走到末端 是比較有機會去突破 那接下來就是等待他 看有沒有機會再跌到這邊 然後跌到這邊你覺得這裡 到這邊這個利潤不錯的話 對那你就做進場 對你就做進場 那之後他如果到這邊沒辦法過的話 有機會會跌破上升趨勢線 之後回踩到270 對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 那目前如果說在慢慢的慢慢的這樣拉盤的話 套在這邊的人可以去等待吧 等待他會不會形成一個三角收斂的這個 算是上升的三角收斂吧 這樣子的三角收斂 然後看他會不會收上去 對這是我目前的分析 然後看一下滑斧 滑斧一樣啦 因為我 我目前的看法還是一樣比較偏空 但看要不要自己 看自己要不要空啦 對那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他只要他不突破他這個 算是之前畫好上些形態的這個 上升趨勢線的最上面這個地方 46這個地方啦 他只要不突破踩過去的話 我都還是認為說他只是在這個地方 稍微糾結 然後之後會有機會往下跌 我的想法都還是不變 對還是不變 那你只有不要想說 欸目前的價格是不是故意上來 讓一些人去布空 對或者你布空我不空 主力布空對不對 故意靠這個當衝的方式把他拉上來 也是有可能 因為我不太懂籌碼 我不知道現在到底手上 這些籌碼到底在誰手上對不對 那我整體如果這個形態是偏空的 我就等待他突破 那不然我就去空 對就是比較簡單一點 那當然 他算是在日線級別只能看出 喔他就是什麼回撤啊回檔啊 這樣子去接 那這邊的這個 42.5到43.5 我覺得基本上可以不用去觀察 可以不用看 因為 我覺得他只是一個 可能不準啊 我覺得可能不準 所以說他整體的日線級別 就不去看了 我會比較看 看看他是否再次突破前高吧 對到47 我可能再覺得說他整體是一個 欸又轉為這個多方的形態 那我比較會有興趣 等到他回踩之類的 好看一下這個強帽 強帽呢今天啊 今天這個又往下跌 然後稍微拉一根這個十字線 那十字線呢我們一樣 我們就把這條之前的前提點拉過來 然後看他收盤的位置 可以發現說喔收盤又收回來 所以說目前大概抓的位置 就是落在這個78塊左右 78塊可能是他的一個呃 撐的點 但是因為今天有跌到這個77.3嘛 所以說整體呢有可能 在這邊去附近去做入場都ok 或甚至說你在尾盤去進 那你可以去賭他 就是有一個一個短期之間的這個 算是呃 支撐拉 對算是支撐 然後這邊拉一條上升趨勢線的時候 可以發現說喔今天一樣守在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說你被套了的話 一樣觀察這邊這個範圍吧 如果說收盤一樣不跌破的話 有機會又再一次掌到8屬 那會不會突破我也不確定 好看一下這個可塵 可塵當時候我看的壓力也是看170到172 那那時候好像講漏了啦 講說因為這個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級別的下歇形態嘛 那下歇形態其實基本上就是在這個位置去做進場很好 就是等待他突破的那一根 像這一根去做進場很好 那呃 當時候是忘記講 我說等待他回檔吧 我記得是這樣說 好然後目前在昨天呢 感覺好像有撐盤的效應了 所以說他撐在了這個大量的低點 5月31號的低點 所以說如果說手上目前有多方的話就持續放 那我是不建議做空啦 我不建議空啦 除非說他又再次跌破這邊這個大量的低點 然後反向去又去測 或是說他跌破瞬間你去空 對都可以啦 反正他只要不跌破這邊 我覺得都有機會 都是有這個主力在撐盤 大概是說大概162左右吧 然後我們滑斑店整體都是走空啊 那這個 這個滑斑店會一直講解是 有一個觀眾一直問 那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多還是空啊 對你好像沒有跟我講 你是一直都說滑斑店 然後滑斑店 然後你到底是多還空 那當時候一直說 對不對 他等他突破再去接多嘛 那不然的話 那時候去空其實是有一大段利潤 那我覺得他整體呢 我沒有特別看好 我在整體沒有特別看 因為他的價格上呢 我覺得我是有點看不太懂啊 對看不太懂 我只知道大概是29.5到30這邊是一個壓力 對那再來他的低點 我覺得直接看前滴就好 那我前滴這個位置我也不太有興趣 因為不是說看的特別懂 所以 當然要去試單都ok 對於試單 因為抓一個小小範圍的這個幾%的停損 然後可能有辦法轉 從這個底部25.5這邊做進場 然後有機會拉到29.5都有可能 對 那一樣就是看不太懂啊 好我們看一下群創 群創一樣整體來說 應該說在直接到年底可能都還不太好 因為網路上面看到一堆消息 都是一些就是這個面板的一些報價 都是一直持續的走低什麼的 對所以說整體的結構如果說你要接多 一樣看一下最低點吧 你可以抓一個範圍吧 就是13啊 什麼12.5啊 然後這邊去接啦 最底部去接 有機會形成一個雙底部 算是三重 三重頂了吧 三重底 對三重底 然後去接我覺得會比較好 那中間的過程你去接盤 都有機會被洗來洗去 除非說你到中間去接 然後這兩天跌下來的時候 你是越滿越多 那今天反彈有可能就 又變這個賺錢這樣子 好那這個施展就大概講解到這邊 那一樣喜歡我影片呢 就幫我點個讚 再幫我訂閱起來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我們下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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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個影片